当了两年港圈最贵金丝雀 老公的白月光回国 好消息是钱捞够了 坏消息是我怀孕了 从不接机的周荣渊 出现在机场 彻夜不归 婆婆很高兴 挖掉我种的玫瑰 给她心仪的疼笑儿媳让位 她骂我娇气又难养 除了脸一无是处 生儿子智商都要被我连累 我问周荣渊 喜欢小孩吗 她冷漠摇头 好的 我的娃不受待见 那就自己养 反正姐姐有钱 签好离婚协议 我带宝宝到酒吧胎叫 为最帅rapper上台住行时 一群黑衣人封锁全场 他们老板一脸怒容 把我抵在麦巴赫前 大清早的 我听见花园有推土机的声音 趴到窗台一看 天了撸 婆婆搞了量大家伙 把我种的玫瑰公主萨曼莎全卖掉 她大声嚷嚷 生怕我听不到 安心回来了 把晦气玩意弄走 我要种上她最喜欢的蔷薇 安心是周荣渊的白月光 集才华宇佳是余一身的港圈大小姐 当年 她为了留学深造 毅然出国 这才让我捡到 人帅 钱多 床系好的周荣渊 高低得谢她一句不嫁之 婆婆不这么认为 嫁到周家快两年 她始终认为我是花瓶 除了美貌明艳的脸 一无是处 周荣渊事业心极强 日常满世界飞 婆婆的刁难和名枪案件 她装死看不见 幸亏 周荣渊奶奶生前护着我 叫我没事多花男人的钱 我孝顺美丽又乖巧 舍身进了贵妇名流圈 经常和她们逛街豪迈 一致千金 见我挽着限量版爱马仕下楼 婆婆气不打一处来 娶灵音 上个月刷我儿子卡买宝石 上上月哄她给你拍古董 屈家把你当杨州兽麻养 你也不能厚颜无耻当吸血鬼吧 话很难听 却是事实 屈家在港城有头有脸 可我父母双亡 只能听从唐叔安排 周家是我能攀得上的最好的亲事 但前几天 我在书房看见一盒子安心的照片 数了数 一共520张 周荣渊没帮我拍过照 她手机连一张我们的合照都没有 我才意识到 婆婆念了无数遍 周荣渊喜欢安心 是真的 我干呕一声 好想吐 婆婆更生气了 内地来的土包子 敢嫌我说话恶心 安心回来了 你该不会想假孕争宠吧 我扯扯嘴角 金枝玉孽 别看太多 伤脑子 就算你生下儿子 荣渊也不会喜欢的 脑子空空的废物 只会影响我孙子智商 周太太抽空洗个牙吧 不然说出来的话 胖臭 她气得半死 我陷入了沉思 刚结婚那会 我问周荣渊 喜不喜欢小孩 她冷漠摇头 后来每次上床 安全措施做得很好 原来 她不是不想要孩子 是不想要我的 我摸着平坦的小腹 有点害怕 一个不被爸爸和奶奶喜欢的孩子 留得下来吗 塑料花姐妹徐静打来电话 宝 听说没 你老公去机场接安心了 她发来照片 身材奇长的周荣渊 和戴着墨镜的安心 有说有笑 我愣着 周荣渊一连小半个月没回家 却有时间接白月光 孰轻孰众 一目了然 当晚 维港有一场游轮派对 安大小姐回归的消息 传遍整个圈子 我也刷到了 烟花之下 安心穿着开间高定小礼裙 举着香槟站在C位 笑得明媚张扬 周荣渊一向低调 没人敢po出她的照片 可是 在安心的单人照旁 露出一块百万定制的小王子手表 我的心咯噔一下 那只表的主人 不久前半醉回家 他洗好澡 抓住我的脚踝 一直吻上来 我睡得迷迷糊糊 娇气推开 可她用温热的身躯抱住我 大手掐住我的腰 细碎地稳将我彻底淹没 酒后怀上的孩子 周家更不想要吧 徐静又打来电话 气愤道 周总怎么想的 安心说派对是他安排的 嫁给他两年 不是说他什么 纪念日都没陪你过吗 难道 他是那种会说除了爱情 我什么都能满足你的霸道总裁 我眼前一黑 或许他更想说 屈灵阴 别忘了自己身份 你不够资格给我生孩子 身体打了个寒颤 不可以 屈家人把我当连姻工具 我没有爸爸妈妈 也没有周奶奶了 安心回来 周荣渊更不会让我生下孩子碍眼 我上楼打开保险柜 里面有好多颗蓝宝石 绿宝石和金条 除了这些 我套现了不少现金 存在一张没人知道的卡上 总数国一是有的 周荣渊很大方 要是离婚不要公司股权 他应该不会向屈家 讨回我这两年的开销吧 要是他敢 我登登登跑到书房 把他收藏的安心照片 全部拍照 周荣渊敢做初一 我就当十五 全卖给余记 次日一早 我临着装满宝石和金条的行李箱下楼 婆婆像杂毛狮一样出现 去巴黎买衣服 还是海岛晒太阳 我护仔一样护着箱子 周太太 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抠门道不舍得花钱打发我 我大度 不跟你计较 离婚协议签好了 你通知周荣渊明天去民政局 婆婆胡一看着我 你那么爱钱 怎么舍的 安心回来 你儿子更不着家了 我不占你家毛坑拉屎 周家别取消跟去家的合作就行 他欢天喜地给周荣渊打电话 儿子 屈林音闹离婚 周荣渊正准备召开一个很重要的跨国会议 身心一顿 怎么回事 他一看就狐媚得不行 肯定在外头养小白脸了 周荣渊捏捏眉心 婆媳俩一直不对付 以前奶奶在 能护着小娇妻 可半年前老人走了 他开拓漂亮国新市场 忙得回家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更别提调和两人矛盾 儿子 屈林音把离婚协议签了 你抽空赶紧离掉 他压低声音 偷笑道 安心单身就为了等你呢 别辜负人家了 怎么扯到安心 周荣渊果断掐掉电话 他是个以事业为重的男人 家里琐事只会先丢到一边 再说 如今去家得靠周家撑着 屈林音响离婚 他唐叔第一个不答应 我搬到大平层住下 这个小窝 是周奶奶留给我的 他心疼我无父无母 婆婆小气巴拉 要是哪天跟周荣渊吵架 也有个落脚地方 我躺在沙发上 视线落在平潭的小妇 私存着等周荣渊签了字 就远走高飞 我是十岁那年 被唐叔接来港城的 他把我养大 我连一两年也算暴打 电话响了 不是周荣渊 工作狂怕要等老婆生完孩子 坐好月子 才发现自己喜当爹 林音 你没事吧 能有什么事 徐静掂量了一下 才说 安心太过分了 一回来就有人 替他散播谣言 说你区区扬州寿马 也敢趁港城大小节出国 抢走他的初恋 还骂你是赝品 郑主回来了肯定一脚把你踹开 都是周荣渊的错 他没给你开过派对 却堂而皇之为安心办回归宴 我捏紧手机 故作轻松 兴许是事实呢 不会吧 那么快妥协 原本 我跟周荣渊 就是商业联姻啊 只是在金主爸爸不断砸钱中 我喜欢上他 没办法 人是木墙的吗 他会做生意 又舍得给我花钱 闻我时 眼里全是动情的样子 可他不想跟我生小孩 一秒钟被打回现实 我到楼下吃了饭 在附近闲逛散心 露天酒吧好热闹 据说来了个小有名气的 rapper 真好啊 以前学琴 我想过当歌星 堂叔不让 说去家的孩子 不能抛头露面 来了港城 我学会很多礼仪和交际手段 唯独弄丢自己 我摸摸平坦的小肚皮 等生下来 一定要让宝宝坐享喜欢的事 音乐响起 人群跟着哼唱 热闹的氛围 仿佛让我找到年少时难得叛逆的时光 我很喜 欢这种感觉 有点不羁放纵爱自由 不知不觉 我被挤到离舞台最近的地方 互动环节 主唱看着我 这位美丽的小姐 愿意上台一起合唱吗 不得不说 我有张让人心动的脸 以前读书 时常被人搭讪 嫁给周荣渊后 我刻意跟异性保持距离 只跟富婆姐姐来往 就这还常被婆婆碎碎念 可我离婚了呀 怕什么 我接过话筒 曼妙妖枝跟着音乐舞动起来 主唱目不转睛看着我 伸手想撩开我脸上的碎发 有人吹口哨 我急忙往后躲 脚跟一扭 险些摔倒 被一只大手揽住细腰 正要挣脱 一群黑衣保镖涌到台前 以我为原心 团团为助 DJ吓得放了一首叱咤风云 蛊惑仔的急事赶有了 拍片啊 P-Life 5有无前线 撞鬼了 我装都花晒 不下再来 我身形亮呛了一下 来的不是什么大导演 而是我肚里孩子的父亲 周荣渊眸色沉沉 目光冷然看着我 这眼神上一次见 还是在他搞垮一家跨国企业 灯影下 周荣渊阴挺的侧脸 冷淡疏离 他的气场很强 路人想拍照 被黑衣保镖制止 我的小心脏 一抽一抽 周荣渊一向低调谨慎 很少陪我参加活动 只出现在财经杂志 是拍卖会上神秘的金主爸爸 主唱不知眼前是谁 但很懂看颜色 放开手大啦啦一笑 周荣渊面沉如水 把手放在我的侧腰 揽着我离开 他的掌心很热 是我喜欢的温度 无数个夜晚 就是这双骨节分明的手 一次次把我身体的火苗点燃 让人沉沦 想到这 我委屈起来 周荣渊有小半个月 没回家睡觉了 他是工作狂 吃早饭时 目光都停留在财经消息上 我理解 所以从来没闹过 可是一个恨不得 把一分钟掰成半小时的男人 却有时间去机场接安心 在游艇给他办派对 把我当什么啦 越想越气 我忍不住脱口而出 我要跟你离婚 周荣渊微微一正 旋即 大肠腿一脉 把我抵在黑色的麦巴赫钱 为什么 这人真讨厌 夜不归宿的是他 在书房 放白月光照片的是他 纵容婆婆 哇我玫瑰 给薔薇陪葬的 也是他 怎么还有脸问为什么 可是 看着周荣渊冷峻的面旁 我莫名想到 读书时期严肃的教导主任 倒嘴的话 声声哽在喉咙 你从来没陪我过生日 他顿了顿 就为了这个 也没有情人节 周年纪念日 甚至没有陪我去维港 看过烟花 我眼神闪烁 乱扯一堆 死活说不出安心的名字 心里很别扭 大概 我把徐静的话听进去了 林音 你跟周荣渊真是联姻夫妻 他对你没感情 这个圈子够完的得很正常 谁会在意对方的心情 在男人心里 不被爱的才算小三 道理我懂 可谁让我不争气 喜欢一个在床上不怎么笑 也不说情话的男人 泪水不知不觉流了出来 周荣渊伸手想替我擦掉 我偏头躲开 手机响了 他用带着磁性的美式发音 跟大客户沟通 是个紧急电话 周荣渊原本开完会 要连夜坐飞机 到漂亮国谈大项目 谁知离开公司时 总裁助理说 查到周夫人在家花园开庆功酒 邵夫人气得带行李跑路 周荣渊知道 她的小妻子有点娇气 受了委屈 会躲在一旁哭鼻子 那双湿漉漉的大眼睛 看着让人心疼 但 离婚是第一次提 她掐算好时间追到面前 曲灵音吞吞吐吐半天 给出的却是荒唐的分手理由 周荣渊看着了一眼手表 声音柔和下来 有什么事 等我回来再说 她挥手让保镖送我回去 不要 别墅花园刚种了蔷薇 看着就恶心 我穿着单薄的蓝色长裙 走进微凉的夜色 周荣渊眉宇促起 看我走的方向 是奶奶送的大平层 才上了麦巴赫离开 一大早 电话响个不停 我整晚没睡好 头疼欲裂 是唐叔打来的 声音明显很生气 林音 你是明媚正娶的周太太 怎么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跟别的男人搂搂抱抱 我哪有 她发来一段视频 昨晚在台上唱歌 主唱一直盯着我看 眼神暧昧 差点摔倒时 她的手搭在我腰上 心头猛的一跳 我不是大明星 怎么那么巧被人拍到 再说 周荣渊不是让保镖制止了吗 还是只做做样子给我看 打算给我安一个 红杏出墙的罪名 让安心光明正大 成为下一任周太太 唐叔叹了口气 林音 我们两家是商业联姻 这两年 荣渊解决周家内部大麻烦后 发展比区家迅猛多了 周荣渊的确很优秀 她大我三岁 一直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二十岁那年 死去的公公留下一个烂摊子 周奶奶力排众议 让孙子上位 周荣渊还未从全球前十的 名校毕业 就接手家族事务 事实证明 她年纪轻轻 手段却伶俐 不但扭转周家颓势 还让公司老骨头 心服口服 唐叔又问 你婆婆说是你主动提出离婚 怎么回事 两家一起投资了几个 前景不错的项目 收益还没拿到 她在刁难 你也要顺从 捏着鼻子忍住 叔叔的话不好听 但这是 娶家人呆承担的 当年 要不是我把你接到港城 你哪来机会 锦衣玉食长大 一切都有代价 叔叔在商场一样 低头求人 他迟一片刻 还是说出口 就算荣渊在外头有女人 你也忍着点 顾全大局最重要 最后一句话 让委屈的泪水 在眼眶打转 我一直都明白的 商人重力 唐叔砸钱给我看秀 买珠宝 金尊玉贵养着 不用干任何家务 不单纯是替爸爸 履行养育职责 更是为了长线投资 在这个圈子待了十几年 我当然知道联姻的意义 唐叔也是如此 他在外头有小情人 比我大不了几岁 唐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很多东西一扯到爱情 就说不清了 他会让人患得患失 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挂掉电话时 我隐约听到有心碎的声音响起 挂了唐叔的电话 本来头就疼 谁知 徐静送来更炸裂的消息 宝贝 听说安心连夜去了漂亮国 什么 周荣渊走得那么急 是为了跟家人约会 身体越来越难受 徐静一份填膺 周荣渊没陪你参加过派对 好多人不知道你是周太太 可那晚 她没在所有人面前现身 却实打实在 围港放了整夜烟花 庆祝她回归 看来 她真的不爱你 徐静是懂得怎么扎心的 她让我看明白 周荣渊不是不懂浪漫的人 只是不想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徐静继续补刀 她不纵容的话 你婆婆敢这么欺负你 我捏着手机 感觉大气喘不上来 徐静察觉到我情绪不对 急忙说 宝贝 带你去兰贵房怎么样 我们今晚晚通宵 再给你介绍几个新朋友 男人不能纵着 老婆天天在家 她都以为你没有行情了 从小到大 我是乖乖女 去家叮嘱我 少行差踏错 免得丢了家里脸面 我活到24岁 只有周荣渊一个男人 只跟她接过吻 上过床 被她搂着睡到天亮 可徐静告诉我 圈里人笑话 我是内地来的古董花瓶 从不跟男的随意接触 动不动给人甩冰山脸 半点意思都没有 来妈来妈 我认识的小帅哥身材很好 身体检查报告非常健康 保证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 周荣渊不是为了别的女人 夜不归宿吗 我们以牙还牙 宝贝 你不能一生只跟一个男人接吻 小帅哥会满足你所有幻想的 徐静平时很爱玩 不过 他怎么能鼓励我 红杏出墙 脑子突然清醒了一点 不要 我讨厌别人背叛 但做不到用别人的错误 惩罚自己 一大早接了两个郁闷的电话 我明显感觉很不舒服 来到私家医院检查 意外撞见一个久违的熟人 萧亲哥哥 对上那双墨色沉浸的毛子 我有点惊喜 林姨妹妹好久不见了 萧亲以前住在屈家隔壁 她很照顾我 尤其刚来港城那会 我的口音和背景被同学嘲笑 萧亲帮我出头 后来她不顾父母反对 放弃从商 跑去读医 没想到那么快学成回国了 萧亲看着检查报告 温和地问 怀孕四周了 老公怎么没陪你来 我浅笑摇头 视线却正正看着窗外 她在陪别的女人呢 萧亲看出我心事重重 开解道 不管发生什么事 准妈妈要开心 宝宝才能快乐成长 会快乐吗 我摸摸平坦的小肚皮 书然又想到 周荣渊不喜欢孩子 那时 我们结婚刚三个月 叔叔让婶婶打电话来 明里暗里提示 早点跟阿渊生宝宝 我一直没有亲密家人 心里也不抗拒 那晚 我咬咬牙 第一次主动攀住 周荣渊的脖子 轻轻吻向她的喉头 她把我抱到床上 给了凶猛如潮的回应 可彻底沉沦前 周荣渊起身 从柜子拿出一包东西 我小脸红扑扑 带着撒娇的意味 小声问 你不喜欢宝宝吗 周荣渊面容淡漠 她撕开包装袋 再次把我按在身下 后来的每一次家庭聚会 娶家催生 她都淡淡地说 林姨还小 不急 现在安心回来了 婆婆恨不得把我赶出家门 周荣渊更不会想要孩子吧 看着我的脸越发苍白 宵亲把我送到楼下 放心 我会帮你保密 暂时不告诉任何人 但准妈妈不能挨饿 我陪你去吃点东西 想起年少的情意 我的心温暖了一点 不知是不是没吃早餐 脑子一阵眩晕 宵亲扶着我慢慢走向餐厅 没那么晕时 我回过头 感觉好像有人偷拍 可顺着视线寻找 没发现任何踪影 整整三天 我提出离婚那么大件事 周荣渊一个电话 一条短信都没有 好像坐上私人飞机 就消失在外太空 她是看不起我 还是笃定我不敢离开 我辗转反侧 明明很讨厌她 为了安心做那么多 又忍不住惦记 她难得回家 轻轻把我揽入怀里的夜晚 我休脑垂着枕头 徐静打来电话 宝贝 别天天待在家了 有家新店开业 去凑凑热闹吧 宵亲说过 准妈妈多走走 对宝宝好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 几乎没怎么化妆 徐静挽着我 高高兴兴扫完货 然后往VIP室内走 逛街真开心 去吃点下午茶 补充能量 过了没一会 门忽然被推开了 几个圈内名媛 簇拥着一个女人走进来 被包围的女人 穿着乡家的高定长裙 手里拎着爱马仕手带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她是安心 徐静惊讶 你怎么知道 哈哈 谁让我老公的书房 放了人家几百张照片 脸盲症都不可能认不出 他们几个坐在不远处 一起喝茶闲聊 安心姐 你从滕校毕业 还修了心理学硕士 有空开解我 安心姐在国外做风头 时间宝贵 哪有空听你聊失恋的事 那也是 我们是靠家族的米虫 比不上安心姐独当一面 难怪周氏集团的周荣渊 对姐姐念念不忘 听说那碗维港烟花 只为你绽放 安心勾唇一笑 被吹捧得很满意 她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朝这边看来 目光不善打量我一番 我没有化妆 感觉气势弱了几分 但瘦削的几倍 不忘挺直 坐在身边的名媛轻吃 可惜你当年出国留学 不然周太太的位置 怎会被不知所谓的人占据 那人是李月 高中时 他喜欢的男生向我表白过 因此对我的敌意很深 话题一扯开 他们把我当空气 叽叽喳喳聊起来 我从来没见过荣渊学长 带屈林英参加派对 他从来都是孤零零的 乱讲 嫁到周家的第一年 奶奶带我见了好多豪门阔泰 教我如何游刃有余应对 明明是他们咖位不够 只能参加纯粹为了娱乐的场合 徐静在小心去着我的神色 好像生怕我做点什么 可人家高冷得很 一只只会花钱的金丝去而已 不知嘚瑟什么 你在国外帮很多富豪打理资金 做风险投资 能力可见一斑 跟优秀的男人在一起 才是强强联合 不像屈林英 离了周家屁都不是 屈家也会把他当妻子 安心姐 我们支持你把荣渊学长抢回来 我感觉到气血翻涌 周荣渊没离婚 就敢光明正大跟别人示好 是因为我没用 才不把我放在眼里吗 好想飞到漂亮国找他对质 别说了 我不希望荣渊误会 安心有意无意地整了整衣领 李月惊呼 天啊 这不是昨天在拍卖行 排出最高价格的玫瑰星空项链吗 怎么在你这 安心姐 你连夜从漂亮国回来 是为了签收这份贵重礼物吗 我大伯在拍卖行工作 偷偷告诉我是一位姓周的先生 托人拍下这条价值五千万美金的项链 我听不下去了 周荣渊混蛋 我努力帮他省钱 保险箱的宝石都没舍得买这么贵的 他倒好 眼都不眨 给别的女人拍价值连城的东西 好委屈 我气得脑袋发胀 泪水往外冒 徐静好像往我包包扔了一包纸巾 心情不好 我带你去别处散心 我没理会 急着回家给周荣渊打电话 过了好久 他才接起 不知是不是哭醉了 我打了个响嗑 周荣渊 你快回来 我要跟你去民政局 你又在闹什么 才没闹 我现在很认真 周荣渊的声音带着疲惫 他转轴忙了72个小时 睡眠严重不足 语气难以像往常那样克制 带着老板训员工的意味 去联姻 你脑子去哪里了 离开我以后怎么生活 娶家不可能放过你 你也没钱随心所欲买喜欢的宝石 原来 周荣渊像那些名媛一样 想我 没父母依靠 纯粹被娶家养来联姻 记得大学时 唐叔不顾我的反对 把我送出国读艺术舰上 唐弟成绩差得要死 混了个野鸡大学 还能进公司历练 我也想好好发展事业 唐叔却不让 一毕业就压着我相亲 他们根本没替我想过后路 万一我成了豪门气腹 普通工作都难找 太难过了 我忍不住回嘴 周荣渊 你从没有跟我说过这么重的话 果然安心回来了 一切都变了 我挂掉电话 周荣渊想追问 可助理敲门了 提醒对方总裁到了 马上进入新一轮谈判 他柔柔眉心 去林一生气的时候最难哄 万一又说什么 刺激了他 父亲生前留下的烂摊子 还得收拾一段时间 回国再解释吧 数不清的数据 在大脑翻飞 周荣渊一时也忘记问 让人拍的玫瑰星空项链 有没有送到夫人手里 我抱着枕头在床上哭 眼睛不时撇向手机 脑子一半混沌 一半清醒 混沌是觉得周荣渊好无情 我都知道安心的存在了 他也不解释一下 清醒是因为我有点后悔 以前的我很懂事 从不打扰周荣渊工作 这次出国 我没替他收拾行李 准备领带 更没将玫瑰精油香包 放到他的睡衣旁 周荣渊一忙起来 容易睡眠不足 他搂着我 闻着我发烧上的玫瑰香气 才睡得更沉 我照着镜子 晃了晃脑袋 不许再想了 恋爱脑没有好下场 万一周荣渊为了安心离婚 要把小金库要回去 我岂不是露宿街头 不行 突如其来的危机感 让我决心找工作 徐静又约我去泡巴 不知道为什么 他最近很奇怪 老想给我介绍小鲜肉 说忘记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是爱上下一个 可我不愿 我做不到在婚姻续存期间 被判立过誓言的感情 漫无目的寻找方向时 有人主动找来 曲小姐 我是音乐人安迪 在网上听过你的歌 你的烟嗓很有个性 不少粉丝向我打听 你是哪家公司的艺人 不知有没有兴趣聊聊 刚来港城的时候 我不会说粤语 被同学嘲笑是土包子 躲在暗处呜呜哭着 后来喜欢上粤语歌 一首练习上千遍 口音慢慢纠正过来 只是堂叔不准我抛头露面 才放弃进娱乐圈 我戴着墨镜前往 明确告诉对方 自己不适合在大众面前露脸 安迪说没关系 国外不少人愿意当匿名歌手 他们的歌小众而独特 没有开演唱会 赚得盆满钵满 但有一群忠实的聆听者 养活自己不成问题 戏聊之下 我才知道 安迪以前也是富家公子 为了追逐音乐 跟家族大吵一架 好在混得不错 他说我的声线很有质感 唱出来的歌打动人心 遇到知音 我很高兴 在录音棚待了一周 我录了两首歌 卖掉版权 收到第一笔亲手赚的钱 圈子的人看来 或许这不算什么 可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它意味着 我的才华可以用来交换 一年一度的群芳会慈善晚宴开始了 我不想去的 但周奶奶生前每年都做善事 我不想让她的善心终止 到了现场 婆婆也在 她跟周奶奶的婆媳关系很不好 以前奶奶来了 就不许她出现 如今 婆婆觉得熬出头了 穿上嫩粉色的晚礼服 妆容化得很夸张 安心坐在旁边 差点把她吹捧上天 我翻了个白眼 算是见识到 安大小姐睁眼说瞎话的本领 贵妇有贵妇的价值圈子 名媛有名媛消遣的戏台子 过往 周奶奶带着我去见的 多半是有潜力的合作伙伴 她手把手教我如何体察 贵妇们的喜好 替自己丈夫完成有效社交 她夸我能力不错 长我一两轮的贵妇人 都很喜欢我的帅真和贴心 不像我那不争气的婆婆 小门小户出身 容易被人骗 进了周家几十年 只会一门心思跟别人攀比 我主动跟婆婆打招呼 周奶奶出自名门望族 认为家族体面很重要 尤其在公共场合 可婆婆不领情 当众数了我 去临音 有出息了 李家出走闹离婚 还有脸在我面前出现 安心替她拍背顺气 做足二十四孝儿媳的样子 名媛们看向我的目光 带着鄙夷 连婆婆都不偏帮 迟早被周家赶出门 金丝去而已 说的好听点 就是男人泄奋工具 李月挽着安心的胳膊 笑道 别理会不重要的人了 安心姐这次回国带 我们投资赚大钱 太优秀了 我不动声色听着 晚宴拉开序幕 群方会的会长 荣凤英理事上台 宣告慈善竞拍开始 其中有周奶奶留下的祖母绿项链 婆婆瞪的眼都直了 许凌英 你拿来的 你怎么敢乱动周家的东西 我淡淡一笑 奶奶的意思 不信你回去看遗嘱 周奶奶在生时 每月按工资给婆婆发放生活费 她舍不得大手大脚花钱 所以极度我刷周荣渊的卡 竞拍的声音此起彼伏 活动抵达高潮 荣理事把我请过去 凌英 以前是奶奶带你来 现在独当一面了 听说你最近出歌了 能不能现场唱一首 让大家拍卖 我诧异 李氏 您怎么知道 安迪叫我一声姑妈 啊 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我提着裙子上台 灯光暗淡下来 只剩台上星光熠熠 我稳了稳心神 开始唱歌 目光所及之处 有人惊讶 有人轻吃 但不管哪种 他们心里明白 群方会不是阿猫阿狗 都能来的地方 更不是谁都有资格上台 唐叔指着我 满脸骄傲 跟身边人低语 婆婆怒得捶胸 李月气得跺脚 安心意味深长看着我 或许没想到 我有着不为人知的这一面 更料不到 荣理事敢念周奶奶的好 会大张旗鼓替我抬面子 方便我在贵妇圈如鱼得水 一曲弊 开麦开始 本来是助兴的小曲 捐多少随心意 谁知 有人叫价一千万 听到那把熟悉 又略带疲倦的声音 我猴头酸了 周荣渊 他怎么回来了 众人目光纷纷落在一个 西装革履 身形挺拔 面容深邃沉塑的男脸上 认识他的人很好奇 商场杀法果断的周荣渊 怎会出现在这种场合 不认识的兴奋难耐 港圈什么时候出了一个 年轻金贵的帅气总裁 林茵 我回来了 周荣渊走过来 牵起我的手 食指紧扣 荣理事笑意盈盈 周家乐山号师 我替山区的孩子 谢谢你们夫妇 周荣渊客气一笑 我太太的功劳 她一向心善 以后请荣理事多多照顾 自然 这是周荣渊第一次陪我参加宴会 嘲笑过我的名媛惊呆了 两人不是商业联姻吗 怎么有人舍得花 一千万听没感情的老婆唱歌 离谱 谁传周荣渊跟安心是一对 从近来到现在 霸总的眼神一直在曲灵音身上 晚宴走向尾声 安心举着一杯红酒 款款走来 荣渊 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急 周荣渊薄唇紧敏 眉眼冷漠 安小姐 我觉得你有义务解释一下 为何我拍的玫瑰星空项链 会出现在你身上 还恰好被我太太看见 她的语气很冷 但握着我的掌心很暖 玫瑰星空项链 难道周荣渊不是拍给安心的 婆婆跑过来原厂 荣渊 我以为你是买给安心的 周荣渊眸中带着不加掩饰的怒气 我记得让人拍回去时 说过送给周太太 婆婆彻底噎住 那几天我不在别墅 她心心念念盼着安心进门 加上安心拜访时 不经意提到 就直接拿给她了 当时她也不知道 这条项链这么贵 安心红着眼 荣渊是我误会了 改天亲自送回周家 只是我发你邮箱的照片 还没看到吗 什么照片 我一头雾水 屈灵音会勾搭不三不四的男人 根本没你想得那么单纯 我怒了 大姐 你怎么占的便宜还卖乖 我老公给你扮游艇接风宴不够 还想诋毁我 安心没看我 继续说服周荣渊 高中时你最好的兄弟背叛 你就跟她老死不相往来 你一向理智清醒 不该把灰金如土的女人留在身边 随时变成定时炸弹 周荣渊的声音变得很冷 安心 小动作别太多 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 安心脸色煞白 周母善善挪开脚步 似乎在跟她拉开距离 周荣渊拉着我的手 转身离开 回别墅路上 周荣渊抱着手臂 和颜小气 路灯透过车窗 映照在她阴挺的侧脸 显得很是疲倦 我有点心疼 又有点懊悔 怎么区区一千万 就把我拐回家了 还有 周荣渊说 玫瑰星空项链 不是送给安心的 难道是送我的 自作多情时 一双大手还住我的腰 用力收紧 在想什么 眉头都皱了 我吓坏了 宝宝还在肚子里呢 见我推开 周荣渊深邃的眸子 按了按 怎么了 安心提到的照片 是怎么回事 周荣渊似乎不在意 见我神情紧张 她还是拿起手机 登录邮箱 里面赫然有很多张 我跟不同男人的亲密照 我在酒吧跟人唱歌 我在医院被消亲扶了一把 我在商场被徐静认识的 小鲜肉搭讪 安心找人跟踪我 嗯 为什么 想找到你水性洋花的证据 她知道我 讨厌背叛 想让你自乱阵脚 我的眼睛瞪得比小兔还圆 忽然想到什么 翻了一下包包 果然找到一张卡片 吓得差点没拿吻 上面是一个男人的艳照 半遮半眼 肌肉十足 背面写了电话 还有暧昧字眼 屈小姐 一见清心 期盼再次一夜春宵 我气得小脸战鼓 恨不得把徐静揪出来 暴打一顿 周荣渊揉了揉我的头 傻瓜 你没发现徐静不妥 我记得 她是在奶奶葬礼过后 以安慰的名义 频繁出现在你身边的 她的声音很清静 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 这是相信 我不会红杏出墙 周荣渊耐心解释 这段日子 她忙得焦头烂额 我莫名闹起来 感觉不太对劲 但周荣渊人在国外 核心团队忙得不可开交 直到谈妥合作事宜 才有空调查 矛盾源头指向安心 这女人一向长袖善舞 擅长维护关系 出国几年 没跟港圈的人断联 为的是维持安家大小节的光环 高中时 周荣渊和安心是同班同学 两人成绩不错 都是天之交子 被同学凑成一对 可那时 周富决策出了问题 家族事业岌岌可危 安家做房地产 势头很好 安心当然不会选择 跟周荣渊在一起 但她深谙 风水轮流转的道理 跟所有人保持友好联系 包括周母和徐静 后来 安家把产业挪到欧洲 不料一泄千里 安心不想阶级滑落 打算利用从前的光环 重新煞回港城 这时 走完下坡路的周家 在周荣渊带领下 重新成为港圈新贵 安心想重修就好 于是给周母寄礼物 发信息哄她开心 得知周荣渊取的是 毫无利用价值的金丝雀 生出取而代之的想法 安心修过心理学 太了解人性了 不但收买徐静 让她疯狂破对婚姻 没有安全感的我 还做了另一手准备 书房的照片 是她寄给周母的 花园的蔷薇 是她提示周母换的 围港接风的那一夜 周荣渊在附近酒店谈生意 她自导自演了一切 通过徐静的口 逼去林音主动离开 只是没想到 对感情一向冷淡的周荣渊 会为了我查个水落石出 我真是个傻瓜 被塑料花姐妹被刺 见我捏捏的 周荣渊安静望着我的脸 林音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这人平时很少说软话 突然来这么一出 我的鼻子酸了 娇气别过脸去 不想被她看见不争气的泪水 周荣渊把我拥进怀里 你嫁过来的时候 我在重整公司产业 开拓新市场 忙得不可开交 奶奶说我心思全在工作上 很容易没老婆的 但没办法 爸爸留下的烂摊子太大 公司想争权的数百不止一个 没有绝对实力 我会束手束脚 无法开展更多事情 我庆幸早早娶了你 奶奶在最后的日子 才不会孤单 我妈向来拎不清 我爸很多错误投资 都是听她怂恿的 但她是在周家最落阔时 嫁过来的 所以奶奶对她又爱又恨 还说幸好我像爷爷 我扑吃笑了 奶奶的确说过 幸亏孙子不像老子那样没出息 不然家产败光 周荣渊的手指 温柔绕上我的发烧 提出离婚时 我以为你在发脾气 不知道安心在背后 做了那么多小动作 没能及时解释 是我的错 我不该跟你说重话 我回报住周荣渊 有点不敢相信 联姻老公会如此重视我的情绪 毕竟一直以来 我觉得自己是在单向奔赴 回到别墅 花园里被挖走的玫瑰公主 重新回来了 周荣渊从身后环抱住我 我让妈搬到老宅 以后分开住 你是别墅的女主人 以后种什么都行 不会有人破坏了 走进富丽堂皇的大厅 一抢礼物盒 差点惊到我 她吻了吻我的耳垂 不是嫌我没陪你过生日和纪念日吗 先补上以前的 以后不 会缺席每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真的 周荣渊刮刮我的鼻子 她难得一笑的眉眼 全是我的影子 宠溺又深情 我开心得不知该说什么 眼前男人拦腰把我抱起 灵姻 我做了那么多 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奖励 心脏随之剧烈跳动 没来得及拒绝 周荣渊抱着我 稳稳走向浴室 先洗澡 我伸出鲜签细手 替她解开衬衫的纽扣 她很享受我的主动 表情带着迷恋 把人哄金浴缸 我才在一旁坏笑 周先生 今天不能陪你洗了 为什么 周荣渊疑惑 我摸摸还未隆起的小腹 有些忐忑道 我怀孕了 你想当爸爸吗 周荣渊疼的一下站起 水花似箭 我吓得半捂着眼睛 你 你耍流氓 外人口中禁欲的周总 决定耍流氓到底 一把将我抱进水里 我缩在温暖的怀中 亲亲她的喉解 周荣渊吻了吻我的唇 你去见肖亲 是为了宝宝 嗯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不是说过 不想我生小孩吗 什么时候 那会 我嫁给你才三个月 唐叔叫我 快点给周家开支散叶 可你拒绝了 周荣渊想起来了 那年 屈林音刚毕业不久 不在医学上最好的生育年龄 奶奶虽然也想早点抱重孙 但她知道孙子忙 儿媳不给力 干脆让屈林音先打进贵妇圈 别早早被孩子绑住 谁知第二年 奶奶摔了一跤 不久撒手人寰 我很感动 周奶奶真的把我当亲孙女疼爱 周荣渊吻着我的泪痕 温柔哄着 不哭不哭 奶奶会在天上给我们挑一个乖宝宝的 养胎的日子 周荣渊霸道极了 她不让我随意出门 生怕我又被不三不四的人骗 我看起来有那么傻吗 徐静打电话来哀求 林音 我对不起你 但我爸爸公司是无辜的 求你让周荣渊手下留情 不然我们家要破产了 我吃着爱一顿的燕窝 雨季很冷 那你想过没有 万一我中你的圈套跟小鲜肉睡了 会落得什么下场 周荣渊查过 本来你和安心 想用强的让我失身变弃腹 但那段时间 我经常跟安迪在一起 你们才没机会下手 徐静的语气充满绝望 他想把怒火撒到安心身上 却发现到找不到人 当然 安心这次回港 除了调金归序 还想大捞一笔 填补安家的无底洞 他蛊惑圈里人到国外投资 给出很大的利润诱惑 徐静和李月佳投了不少 可是 安心的骗局没能持续多久 就被周荣渊派去深入调查的人击穿 他把钱转到国外 人没来得及跑 就落网了 由于极字诈骗的金额庞大 有可能面临长达二十年的监禁 婆婆后怕 万一引狼入室 周荣渊上了安心的当 周家会彻底毁掉 打那以后 他见到我收敛不少 还买宝宝的纯面衣服是好 我对他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相敬如宾 大概是最好的婆媳关系 怀孕四个月的时候 周荣渊终于舍得放我出门 安迪很兴奋 说有一首歌特别适合我 我打算以公益的名义 把这首歌得到的收入 全捐出去 大概是练习过度 周荣渊来接时 我脸色不太好 他不放心 非要送我去医院 不用小题大做 我没事 再说这个时间点 去周氏旗下的医院会堵车 周荣渊一声不吭 把我拉到附近肖青的私人医院 我觉得不可思议 你怎么知道这里 肖青见到我们一起出现 也很惊讶 但他是专业人士 很快让护士长检查 说我一切安好 可我感觉两个男人之间 有着看不见的硝烟 临走前 肖青巧声对我说 你老公很重视你 问了很多关于宝宝的事呢 不过 他对我似乎有一点敌意 可能是吃醋 怎么可能 周荣渊不至于为了安心找人拍的暧昧照片 就给自己找个假想笛吧 当晚 周荣渊亲自下厨 把我喂得饱饱的 上床后 他给我的小肚皮涂成份安全的身体乳 可摸着摸着 手脚变得不安分 我手脚并用挣扎 还是没躲过男人细细蜜蜜地吻 情到深处 周荣渊温热的气息 紧贴在我耳垂 我问过你的肖亲哥哥 他说你和宝宝都很好 我们可以一起睡了 我的脸红到脖子根 你怎么能这样问 以后我哪有脸见人家 周荣渊嘀嘀地笑了 温柔把我拥入怀里 直到折腾出一身热汗 深夜 他把我抱到浴室洗澡 不忘给我抹上玫瑰味的精油 生物中被打乱 我睡不着 搂着他脖子撒娇 我们的宝宝都快出声了 你还没说过喜欢我 周荣渊是个内敛的人 从不对人表达明晃晃的爱意 可此刻 他清俊深邃的脸 埋首在我的发烧之间 语气亲密 老婆 我爱你 我钻进周荣渊怀里 满足地往他的唇 一下 两下啄过去 不忘撒娇 还是睡不着 你给我讲故事 周荣渊记性很好 随意从脑海抽出一个段落 念起我最爱的小王子 我的花 我是要对他负责的 而他又是那么弱小 他又是那么天真 他只有四根微不足道的刺 保护自己 抵抗外敌 也许世界上也有五千朵 和你一模一样的话 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 我带着笑意入睡 梦里 周荣渊牵着一个跟他梅雨 很像的小男孩 坚定朝我走来 我知道 那是奶奶在天上 为我选好的礼物 叫做一生所爱 番外 周荣渊第一次听见屈林音的名字 是在13岁 奶奶跟屈奶奶是闺蜜 可惜 姐妹俩各自生了一块叉烧 周荣渊的爸爸 读书做事都不行 整日顾着玩乐 屈林音的爸爸更叛逆 为了所谓的音乐梦想 不管不顾去了内地 一走十几年 屈林音来港城那年 只有十岁 屈奶奶病重 把刚接回来的孙女交给次子抚养 始终放心不下 奶奶去看过 那个女孩很瘦 很胆小 但非常漂亮 她不会说粤语 老辈同学嘲笑 委屈了就跑到花园 对着玫瑰哭泣 奶奶不忍心 不知给了曲家什么承诺 精明的曲家老二 答应善待屈林音 奶奶还是不放心 林音很少有女生朋友 因为长得太漂亮了 男生要么欺负她 要么殷勤给她写情书 隔壁姓肖的小子 主动当起护花使者 不过 曲家的家教很严 要求她准时回家 每天检查书包 看有没有男生送的东西 她知道自己没有靠山 努力融入 本不属于自己的圈子 学外语 学礼仪 学交际 曲林音高二那年 周荣渊回国接手家业 母校校庆 她受邀参加 台上 女孩脸蛋明艳 穿着红色长裙唱歌 犹如一朵盛开的红玫瑰 她的烟嗓很独特 全场惊艳 男生们露出想追求的表情 女生窃窃私语 骂她穿得那么浪 不知道想勾引谁 曲林音一下台 就哭鼻子了 周荣渊生出 把娇花保护起来的欲望 甚至有点妒忌 追上去安慰的宵亲 可她太忙了 年轻的总裁 有自己的战场要奔赴 直到女孩大学毕业 奶奶问周荣渊 想不想娶她一只很重义的孙媳妇 她毫不犹豫答应 婚后 奶奶带着老花镜 正儿八经交娶林音 男人的钱在哪 心就在哪 你婆婆拴不住男人的心 所以把怨气撒在我俩身上 曲林音小脸惊讶 又不好意思一起数落婆婆 只哈哈一笑 给奶奶捶背 周荣渊玩耳 放下黑卡随便她刷 直到发现 小金库不能完全给妻子 带来安全感 才学会哄她的女孩 关灯前 曲林音安然入睡 周荣渊凑过去吻她的红唇 像在用心教养一朵玫瑰 独一无二的玫瑰